內地電力行業過往經常遇到煤炭價格高企所折騰 然而 在中特股主題下 中置股在今年有機會提供機會 尤其是當其他中特股主題股份上週出現回調 電力股卻逆市做好 後續發展值得留意的 以討論股 管州討論華能國際00902 華能國際股價自去年10月底至今 一線圖呈現大大小小合共七個底 且屬於一底高於一底 其次 今年1月至4月間 股價一直無法突破4.3元阻力位 只是股價波幅不斷收窄 直到4月中旬終於出現突破阻力位 但擋在五元大位 華能國際上週五收報4.92元 升百分之一 後續發展要看能否衝上五元 另外 股價在4月25 26日遺留上升列口 介乎4.55元至4.63元 若果回補列口 股價走勢會更加健康 至於入市策略 華能國際股價未有明確方向 所以移岸兵不動 直等到衝穿5月8日即市高位5.16元 再入市給納 若果現價買入 或已經持倉 可以留意股價一旦跌穿4.4元 股價走勢形態 已不再是一底高於一底 可以考慮估出 不過 中置股操作的困難之處 就是跟著內地股升跌 基於內地部分機構投資者 偏向短炒操作 習慣快買快買 令到個股升勢短促 故此 投資者買賣中置股時 切勿詳情 當有利潤就應該減持部分倉位 當股價掉頭回調至買入價水平 就要先沽為快 除了中特股主題 華能國際經營業績翻轉 是吸引資金的原因之一 在國際會計準則下 華能國際2022年度虧損80億元 人民幣下同 虧損縮22% 2023年首季業績 在中國會計準則下 由去年首季虧損9.56億元 轉賺22.5億元 單計煤電業務 今年首季仍然虧損 指示由去年同期虧損32.7億元 縮窄至約7千萬元 其他種類電力業務 現機利潤按年增長46%至3.26億元 風電利潤增長27%至19.25元 光復利潤增長117%至3.45億元 至於整體季度業績繼續轉好 如果根本有改天從來 更新的報告 後再次看 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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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